第十二名 射手座 从那不好好吃饭 随便吃一口就跑出去浪了 就这样天生喜欢冻的人 怎么可能会胖 第十一名 天秤座 别的干啥都行 但是唯独身体不能发泡 要是胖了这颜值就没了 第十名 白羊座 白羊双脚就像是装了弹簧 到哪都是蹦蹦跳跳的 别人怕没运动量 但是白羊怕运动量过剩 第九名 天蝎座 对自己总是狠狠的天蝎 总是很严格的控制自己的体重 重了和轻了都不行 只有匀称才是最好的 第八名 双子座 双子清楚的知道 只要胖了一切就都没了 所以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坚决不能胖 第七名 处女座 天生爱完美的她们 一定要做到身材完美 只要是健身活动什么的 绝对是第一个道场 第六名 睡瓶座 在乎那么多干什么 想吃就吃 那么刻意控制体重干什么 大不了多长几斤肉呗 第五名 双鱼座 双鱼最喜欢吃的就是甜的东西 别的好吃的都无所谓 天天抱着甜的东西在那吃 胖点算什么 第四名 摩羯座 工作使得太多了 工作做的电脑钱 吃饭做的电脑钱 干啥都做的电脑钱 时间久了就胖了 第三名 狮子座 对于好吃的东西是从来不会拒绝的 不管在那都会很好吃一吃 体重也就长一长 第二名 鸡牛座 最弱扣门吧 但是嘴却不会闲着 不管走到那都保持着吃货的风度 一直吃吃吃 不胖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名 巨蟹座 自宅在家 除了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 床上还有各种零食 就这样天天过着小日子 不胖都对不起自己的体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